我一定會跟他和解 我現在要就是要跟他談和解 我也有去他們 剛才我有去他們 撞死人的黃信營造主管 根本還沒跟被害家屬親口 當面道歉 開口閉口就是強調和解 對不起 就我會盡力的去他們 賠償他們這樣子 就是有那個 有這樣子 匆匆撇下幾句話 就立刻返家不願多談 但案發前黃信男子 堅持要自己酒駕開去停車場 代價前腳剛走 酒駕男就開車玩進巷子 車速慢到不行 卻堅持硬開 最後發生憾事 被質疑道歉誠意 不是沒有原因 肇事駕駛 傳給被害家屬的道歉文 打背琴牌 說這是兩個家庭的破滅 說自己真的喝太醉 沒辦法告訴代價停車場位置 不該抱著僥倖心態 甚至還說 讓我們不要再有更多怨恨 想回歸生活 這樣的道歉文 看在被害家屬眼中 作何感想 妻子隔去對講機情緒崩潰 丈夫酒駕駭命以20萬元交保 案發前走出熱炒店 查看代價司機來了沒 接著和同桌餐序的朋友 一起離場 畫面上看似鎮定 但其實早就醉茫了 奪命車禍 騎士慘死輪下 他平常沒什麼喝酒 都說他開車就不喝酒 我就這樣 真的是聽到他講 黃姓男子除了是營造公司主管 同時也是獅子會成員 家境不錯 明明酒後有記得要找代價 卻在最後幾公尺破功 再多的道歉都挽不回 無辜性命 記者 劉宿偉 何慰蓉 新明星報道